我们继续 上面这里谈到的就是一欲定 修欲定 后面就是修精进定 心定 思维定 这个就是四如意足 前面一欲 一欲以外就是好耀心 向善的一个好耀心 那么再来要精进 达到心定跟思维定 这样子就能够怎么样 离欲出药依灭向于舍 乃至爱尽 爱尽以思维则习 所以同样的道理 一欲到达了爱尽 欲也会直 同样的 这个依思维 一定同样的到达爱尽的时候 思维也会洗 这个就是说 依这个善用它 到达了这个就要舍 这样子到达 自然就会直洗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人间 我们现在一身心的状态 我们是不是每天要吃饭 有没有欲 为了身体健康 你还是要吃饭 有没有欲 有 但是善用这个来观察 来思维 发现这个吃 为什么会起染爱贪欲 为什么叫好吃 什么叫不好吃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观察的地方 是不是 如果能够知道 那个好吃不好吃 只是我们心灵起的感受 那这个受是不是无常 一样的 可以体会 它是永远不变的 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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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惯性 我们可以去观察它 当它了解真相的时候 它这个欲 就会执行 一样的道理 我们认真要 断贪嗔痴 烦恼 如果没有贪嗔痴 烦恼 作为你的借境观察 你能够了解它的真相吗 先有所依 或才能断 才能止 这样知道意思吧 这个就是重点 好 我今天会乘惠心起来 我看到了不如意的境界 我会不欢喜的心就起来 这个就要去发现 依什么 依这个不欢喜心 去观察它 是不是 如果你能了解 原来是从什么因缘而有的 能发现 有以处 有以受 才起这个不欢喜的称 这个因缘明白了 发现这个受的虚幻的时候 这个称心当下也能止息 所以 以贪嗔痴烦恼 而观察 贪嗔痴烦恼 而止息 贪嗔痴烦恼 这个就是重点 如果我们这里都没事 那就是你已经不随静转了 如果你还会随静转 那表示我们还执着在境界的私有 这个都是能观察的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 予以欲而能止息 能断爱 予以我们的思维 能够断爱的时候 思维也能止息 所以这个所依叫做方便 这样知道意思吗 开始要有这个方便 助援 然后明白了 达到功能了 就超越它 就不执着了 那个方法也可以止息 所以我们说波瑞 是想要渡彼岸 那是不是要用船 这个船就是方便 就是方法 依这个船才能过河 过了河 这个船要不要背到 背上要背着走 不用 要舍 这样知道意思吗 到了岸上就不要船 所以过河需用船 但是到了彼岸 这个船就要舍 他自然就舍 所以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的 佛陀开示我们 是不是 以说事如意足 以一尘道敬众生 灭苦恼 断悲憂 为什么要 说事如意足 以一尘道 这个就是方便 是不是 所以 欲 要怎么样 定 然后还要精静定 还有心定 思维定 才能够断 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方便 好 佛陀门 遇遇云合 此非边际 那这样不就到达边际了吗 你刚刚说如果遇遇的话 此不是非无边际吗 他就以经过这样的开导 提示 就告诉他 如果这样子 好 到了一个到地方 你那个方便就可以舍了 就可以窒息了 那这样不就是边际了吗 不是永无边际哦 哎 婆罗门言 尊责阿难 此是边际 非不边际 明白了 而是婆罗门 闻尊责阿难所说 欢喜随喜 从作而期 那么这一间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主题知道 每一个出家 都有他的因缘 但是这个因缘的根本主题 都不理什么样 要断贪生死烦恼 是不是 出家所为何事 要断生死 断生死 无名不破 我执不破 贪爱不执习 你怎么断生死 所以羞犯恨 不外就是为了什么 要离遇 要灭 要进入极灭 就是体会这个 因为这样子来出家 这个叫正因 那么各位 我们今天在家居士 你们今天 我问你什么动机要学佛 这个动机就是正因 要知道 如果这个动机不正 那你学的方法就把握不了 这个动机明白了 我们就知道 我们今天所学为何事 就不会在小小的满足 就自以为是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才能达到 我们真正要解脱的目的 然后这个目的正确的话 才有折法言 外道 什么思想 原来他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只有佛法的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这个不同的 不共处在哪里 你也才能抉择出来 所有的其他宗教 有没有讲断生死轮回的 没有 都死后要回到哪里去 这样知道意思吗 是完全不一样 一定要记得 好 我们再看下一经 第一三三一四经 下策第六百七十四页 如是我闻 一时 佛祝基岩弥果 驱使罗言 尊责阿难 亦注于彼 时有外道出家 明月沾陀 以尊责阿难所 以尊责阿难共相问训 慰绕于 退座一面 问尊责阿难言 何故于沙门奇坛所出家 修患恨 那么这个人问的人不同一个人 那问的问题是一样的 阿难答言 为断贪欲 称贵于吃故 于彼出家修患恨 那么这个地方的回答 比前一经 就更明白了 他不会很简短的 为断爱而已 为断的是贪称吃 张陀附问 彼能说 断贪欲 称贵于吃 意思是说 这样子你亲近这个世尊 他能说 断贪称吃烦恼 这些内容 这个法吗 就是在谈这个 阿难答言 我亦能说 断贪称吃烦恼 我亦能说 断贪欲 称贵于吃 不但佛陀能说 我也能说 张陀附问 如见贪欲称贵于吃 有何过患 说断贪欲称贵于吃 你是发现了什么 贪称吃烦恼 有什么过患 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要断 这样问得更直接 阿难答言 染着贪欲应葬心故 获自害 获父害他 获父聚害 宪法得罪 后世得罪 宪法后世 二聚得罪 比心肠怀 忧苦受绝 为什么要断 这里就很明白了 因为贪欲 会染着我们的心 障害 把我们的心 那个清明都障碍了 结果会害到自己 也会害他人 或者是两则 对有障碍 不但活着的当下 现身宪法会得罪 会产生不好的障碍 于后世 未来也得罪 宪法后世 两者都去得罪 那么他的心 常怀 忧苦受绝 永远在忧悲苦恼里面 不但障碍自己 也要障碍其他的人 不管是这一生 甚至影响到未来事 所以有贪生之烦恼 如果不止息 不只是这一生 忧悲苦恼 死后还是忧悲苦恼 还是很多问题 为什么 生生相续 所以不管是这一世 未来事 关系不是只有这一世 是这一世跟未来事都一样 所以我常常点这个重点 我们现在如果不受用 死后一样不可以解决 未来一定不能解决 这一点一直强调 所以宪法跟后世 它是相依相远的 过去影响现在 现在影响未来 那我们这一世 有贪生之烦恼 就已经很辛苦了 好 这一世不解决 未来又相续 那不是更苦吗 所以修行不是只有 我现在得到某一个好处 而是要解脱于什么 贪生之烦恼 贪生之烦恼不解脱 不可能解决任何事 未来事也不能预计 所以很多人只知道 我明天想好一点 我未来是可以过得好一点 而不知道去具足条件 你未来要好 你现在要具备条件 未来才能好 才能自在 你现在不解脱 未来一样不能解脱 你只知道想要好 而不是要去具备那个条件 去具足那个 未来要好的条件 就是要学法而得解脱 今天不学法不解脱 你未来怎么解脱 所以这个一定要明白 所以阿难的回答 贪生吃 污染我们的心 障碍我们的心 所以自己会害自己 得的是忧悲苦恼 也会害别人 也是忧悲苦恼 不能自立 也不能利他 现世障碍 未来事还是障碍 这个影响重不重呢 所以后面就讲 若称慧应障 与痴应障 致害害他 致他拒害 乃至长怀忧苦受绝 把贪生吃 先讲贪 后面讲称吃 都一样 又负贪欲为盲 为无目 为无智 为慧力雷 为战和 非明非等觉 不转向涅槃 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贪嗔吃 就像盲目一样 眼盲 没有眼睛一样 没有智慧 我们的智慧力 非常的弱 所以像在黑暗中一样 隔阂着 永远见不到光明 也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 得解脱 进入涅槃 你跟无明相应顾 在黑暗中 怎么也看不到光明 那么秤慧跟于此也是一样 贪嗔吃都一样 会障碍我们 所以我见贪欲 秤慧于此 有如此过患故 我已经明白了 贪嗔吃对我们的障碍之大 这过害 过患之深 我很清楚 因为这样子才说 断贪欲 秤慧于此 我们贪嗔吃如果不止息 烦恼不止息 那你的障碍可大 过患可大 看看我们现在 如果还没有真正得法 受用解脱 把自己的贪嗔吃止息 谁在受苦 不但自己受苦 身边的人也受苦 接触的环境大家都苦 然后这一事不能解决 未来是还要相续 你们知道这个过患之深吗 如果知道这个过患 你会不会去解决它 当然要去解决它 所以今天阿难为什么要出家 为了要解决这些事 只有佛陀的开示的法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其他的外道都不可能 沾陀护问 如见断贪欲秤慧于此 有何福利 而说断贪欲秤慧于此 前面是讲过患 有什么过患 好 现在讲完了 那有什么好处 反而是反过来讲 你断了贪欲吃 得到什么好处呢 阿难达言 断贪欲移 不致害又不害他 亦不拒害 阿佛不宪法得罪 后事得罪 宪法后事得罪 心肠怀喜乐受绝 称慧于此亦复如是 于宪法中常理痴然 不待时节 有得于宪法 原自觉知 借有如是功德利益故 说断贪欲秤慧于此 好处多多了 你贪嗔痴烦恼一旦断 对自己没有障碍 对别人也不会有障碍 自他都不会有障碍 而且在宪法中 我们不会再造恶业 我们在后事就不会相续 也不会造恶业 县事后事都得到受用 而且我们现在的心情 随时都欢喜自在 得到的这是法喜之乐 是吧 那么称慧于此也是一样 只要断耳朵能达到这样子 所以最主要后面这个是结论 于宪法中 就是生命的当下 常理自然 不待时节 这个不就是佛陀开示重点吗 只要你在宪法中得法 原理贪嗔痴的时候 当下脑热 一切的脑热苦恼都没有 贪嗔痴烦恼悠悲苦恼都没有 是不待时节 在当下就能这样子 不必等未来 有得于宪法原智觉知 就在宪法中能够有所体会 当下就能觉知 就在当下能够解决问题 当下就明白 当下就能受用 原智觉知 这个觉知随时都可以发现 随时都可以受用 因为我看到这样的功德利益 我当然要断贪嗔痴烦恼 各位 如果贪嗔痴烦恼 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福利 我们为什么要去断它 所以各位 我们生活为什么会苦 我们为什么烦恼那么多 我们的欲望那么重 带来的是忧悲苦恼 这一生不能解决 下一生同样相续 这个不解决可以吗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自己能解决才能讲到利他 我们自己都不解决 自己在苦恼 你能让别人离开苦恼吗 所以我们既然要行菩萨 但要发心 自己要先解决 把自己充实 你才有力量 才有智慧 才有方法去帮助别人 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能用我没有解决的方法 我自己在贪嗔痴吃 用贪嗔痴的方法 来指导别人 别人能受用吗 法 如何才能远离贪嗔痴 这个才是政法 政见最重要要把握的 如果只是行行善 跟贪嗔痴 完老的解脱 有没有直接达到的关系 要明白 这个就是重点 如何才能断贪嗔痴烦恼 如何才能止息贪嗔痴烦恼 也才能自立而立他 这一世自在 未来世也自在 是不是 我自在 众生也自在 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 沾脱护问 尊者阿难 有道 有机 休息多休息 能断贪嗔痴烦恼 以吃火 所以这个问法就很 全部具足了 好 明白了 原来有这样的好处 那么再进一步 有没有方法 有没有路可以走 有道 有机 好 有没有这个路 有没有这个方法 有没有过去人家的经验 能够学习的 我们用功 多用功以后 就能够断贪嗔痴烦恼 有没有这个方法 跟过去的经验来指导我们 阿难答应 有 为八正道 证件乃至镇定 就是我们佛华讲的八正道 他有没有说其他的方法 为什么要说八正道 因为八正道就是唯一解脱之路 这有次第 第一正见 最后才至镇定 才能够漏进解脱 那么这个正见的建立 就是以正见为导 这个有次第 把观念 调整 正确的讯息 把我们软体修正 有了正见 才会发心什么样 正确 发心正确 那个观念思维的方法 会依正见而思维 我们的生命行为 就会随着正思维而转向 有正见 有正确的思维模式 那我们的生与意 是依正见而行 就会有正与正义正命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次第是必然的 好 还要加上精进 用功 念念 就会跟正见相应 生口意都跟正见相应 时时发出来的每一个意念 是不是就是正念 以正见相应的念叫正念 所以注意 前面如果没有正见 有没有正思维 没有 有没有生口意的三叶清静 没有 念念会不会跟正见相应 没有 所以正见何其重要 这样知道意思吧 它是根本 是围倒 好 这些都聚注了 念念也以法相应 以正见相应 那这样身心有没有散乱 有没有颠倒 没有 这个叫正定 这样知道意思吧 这个正定不是我用方法 让他心不动 不是 是以正见而起的正思维 所以生与意行为多端正 念念多 以波瑞相应 以空相应 以正见相应 这样的念念就没有颠倒 这样知道意思吧 没有颠倒 没有愤乱 没有痛苦烦恼 还要不要修定 没有乱要不要修定 这样知道意思吧 这个叫正定 是正确的 本来的定 这个跟修有违法的禅定 不一样 禅定是有违的修法 只是抑制它 压抑它 停止它的功能 不是正定 正定是法而如是 本来就不乱 不乱要不要修定 所以注意听 我常常在讲这个 一般人都不同意 认为一定要修定的 修定是方便 这里讲的正定 不是修定 要注意听 是达到了它 恢复本来的功能 本来就是没有乱 没有乱就是定 这样知道意思吗 不用再修定 那么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八正道 你从这一经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为什么要出家 要断贪嗔之烦恼 为什么要断贪嗔之烦恼 因为它有某个过患 让我们这一生不安定 未来更痛苦烦恼 生死相续不断 有这样的过患 好 我们断了贪嗔之烦恼 我们才能够怎么样 清静 自在 喜乐 未来记又没有苦恼 又能自立 又能利他 这些 如果你都明白了 这些福利 这些重要 你还会在那边 贪嗔之烦恼吗 那要不要跟佛学 当然要跟佛学 有没有方法 有啊 佛陀都有开示 元祈法 四念处 是不是八正道 都在谈什么 就是有道有机 有方法 有根据 有内容 有经验 证明都可以 那这样的佛法 跟迷信有关系吗 跟崇拜有关系吗 没有 有内容 有方法 有次第 而且在我们有生之年 以我们现在的身心 都经验得到 体验得到 证明得到 没有一点点的迷信 跟神话都没关系 所以你说佛陀开示的 是不是智慧之学 是不是理性的 没有一点迷信 他专门在破迷信的 专门在破外道思想的 而且是生命的实相之学 这个很重要 那各位 我们今天身为居师 何故学佛 这几经如果明白了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过去学佛的观念 有没有正确 有没有正确 因有没有正 如果因没有正 绝对没有精进心 没有永门心 学法清清呼呼 不可能受用的 这里还谈到 上一经还谈到 有没有法相法赤 学了这些法 他的赤地明摆都了解了 有没有依法奉行 有没有真实的去实践 这个都缺一不可 所以各位 今天来学法来听法 知见见利了 不是就解决了 不是我会讲就解决了 要用生命去实证 如果还发现 我们心还有烦恼 还有一点点不安 还有一点点 真正不能解决 我们对众生的那一份障碍 要反省 要加深自己的反省 不要只是责怪别人 要记得 一定要虚心地去 把自己进化提升起来 因为你要解决的是你的事 你自己的问题不解决 你在外面唱高调是没有用的 人家推崇你 赞叹你 赞美你 尊重你 请问你就解决了吗 那是没有用的 自己有没有受用 自己最清楚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 用功不是为别人 解决也不是为了好看 要名誉 是真的要解决我们 真正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今天外面有障碍 我可以告诉你 要感恩 不要排斥 为什么 这个就是来考验你 你自己有没有通过 没有经过这个试炼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成就 在顺境中一切都如意 你知道你成就了 经得及考验才是成就 任何的批评 诽谤 障碍 压力 你都不再受它转了 你就差不多了 所以记得 我们大家什么叫切磋 顺的也叫切磋 腻的也叫切磋 知道吗 这些顺腻因缘 我们都要去发现它 它来帮助我们 发现我们自己内在 有没有真正的进化跟解脱 要这样看 这样去理解 就不会怪外面的一切因缘 这样知道意思吗 你要感恩 原来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慈悲 他在考验我 他在试炼我 再来介事厌心 有没有自己争受用 没有 反省 反省自己 哪一点还有缺点 我哪一点还没有做到 那这样子你就不会排斥了 因为原来你就不会趁心起了 知道吗 闷闷不乐 当下没事 其实心里是很不高兴的 我告诉你 那个骗不了自己 这样知道意思吧 所以各位 这里的每一经 真的它都有很深的启发 让我们借敬的意义 所以不要轻敷就过去 看起来很简单 没什么 其实意义深远 你要去看得懂 你要去善用它 理解它 好 那么这一经 就到这里为止了 当然最后沾谈 这个沾妥外道 白尊哲阿难 就赞叹了 此事 贤宰之道 贤宰之机 他会赞叹 听了没问题 欢喜 原来这么多的内涵 因为外道不理解 修喜多修喜 能断贪欲 称惠于吃 十 沾妥外道 闻尊者阿难所说 欢喜随喜 从作而去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 也可以看到 外道来问法 这些圣弟子 一样依法回答 是不是 有没有看到外道不欢喜 看到外道不理他 不会 借因缘说法 像前面 我依法说了 你不欢喜 喝嘛而去 那也是因缘 对不对 这个随喜 赞叹而去 也是因缘 对不对 那这两者 你要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一样的 这个也是来让你有因缘说法 有因缘去展现佛法 是不是 顺利都有 是不是 前面是喝嘛而去 这里是随喜赞叹而去 那是不是有顺原 有逆原 那我们修行 是不是可能永远都在顺原 逆原来 是不是也要注意 也是要来助我们的 来勘验我们的 这样想就没事 这样知道意思吧 我很希望大家 看到如实观照的部分 然后到这里 何故出家 何故学佛 意思一样的 大家要深深的体会 希望大家将来 都能进入 这样跟法相应的一个受用 好 这个主题就讲完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主题 第三十七 叫自一法一 那么这个主题更重要 这个是理清我们一个学佛很重要的理念 也许一般人不会觉得什么 但是这个地方对我来讲 看到我们现在佛教界的一些争论的问题 这里如果明白 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我们不会在现在迷魂证 在那边争 在那边论 搞得乌烟瘴气的 谁都不服谁 不需要 这个地方如果明白了 你什么叫自一 什么叫法一 什么叫依法不依人 真正的依法不依人是他讲什么 你们就能明白 好 我们看经文 好 《杂案经》第148经 上册第141页 如是我闻一时佛著 摩托罗国拔提核策 散盖烟罗溯源 而使世尊告诸比丘 助以自周 助以自一 助以法周 法一 不义周 不义一 比丘 当正观察 助自周 自一 法周 法一 不义周 不义一 何因 生 忧悲 恼苦 云何 有因 何故 何 细 酌 云何 自观察 未生 忧悲 恼苦 而生 以生 忧悲 恼苦 生长 增 广 这一经我们就要好好地分享 这一经非常地重要 佛陀 佛陀对这些圣地子们的开示 就说 我们要依止在什么地方 自己的身心 那依止于自己身心 依止于法 佛陀开示的法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四地 缘起 三法印 是不是 这个就是法药 八正道 三十七道品 这个已经开示很久了 要依据的是这个法 这个法在哪里 就在生命的当下 依据这个身心的当下 依据这些法药 这个叫自周自医 法周法医 这样知道意思吗 我们从后面的开示 证明这个内容是正确的 当正观察 你要这样的去观察 观察什么 何因生忧悲劳苦 我们的忧悲痛苦 烦恼从哪里来的 什么因缘让我们生起的 那这个不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事吗 就在我们身心的当下的问题吗 云何有因 这个因缘是什么 从什么因而起的 何故何戏着 为什么会去执着 为什么会去坦诚忧悲劳苦呢 观察是观察这个 云何自观察 向自己内在观察 是不是 卫生的忧悲劳苦 怎么会忽然间生起来 以生的还要随着它转 而且更来越来越强 增广 这样知道意思吗 这两个主题 一个是 什么因缘 我没有忧悲苦恼 忽然间会生起来呢 生起来以后 它会相续 还要增广 这两个次第 一个是怎么生起来 一个还会增广 还会继续相续 越来越厉害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众生就是在这里颠倒 看了一件事 出到一个因缘 起来贪生之烦恼起来 它也没有办法发觉真相 而当下止息 是吧 它越来越怎么样 越难受 然后相续一天两天 十年八年 还在相续 这个叫增广 这样知道意思吗 这个都要谈什么 生命的作用功能的一个现象 什么因缘触动 而让你起忽悲苦恼 没有生起 它为什么忽然间生起 生起来为什么越来越来 越来相续 它不断恨一个人 恨了十年 恨了到死还要再恨 还再不喜欢 那个叫忽悲苦恼的增广 这样知道 相续而增广 叫我们要能够 治医法医 就来谈这个了 在这里观察的 要在这里下功夫 要在这里发觉真相 朱比丘 白佛 世尊法根 法眼法医 为怨为说 朱比丘文语 当如说奉行 佛告比丘 地听善事 当未如说 比丘 有色 好 注意听 前面是个有色 后面呢 因色细着色 自观察 未生忧悲恼苦而生 以身而互增长广大 什么原因而有 因为有色 受想行事 因为无印了 好 这个主要的因缘 是由五印而引起的 就谈音 色受想行事 这个是音色 用色来比喻 进一步呢 音色细着色 因为你起了什么 染着 你对色起了染着 好 因为有色 受想行事 然后你对受想行事 起了染着 细着 这样知道意思吗 后面才会生起 忧悲恼苦 好 这里 也让你 发现 哦 原来我对 五印的执着 比如说六根出六成 染到外面的色 或自己身心的色 多好 因为染着才生起 一无悲恼苦 本来是没有的 本来是未生的 这样知道意思吗 因为这样 触动了音缘才生起 不但生起 还会广大 增长 受想行事 亦如是 他是用色来比喻 其实就讲五印 比丘 他进一步 就在这个因缘中 来提示 博友 色长痕 不便义 正住 色 受想行事 都一样 五印 有没有 长痕 不便义 永远 安住在那边 不动的 有没有 这个就在提醒 色无常 瘦呢 瘦也是无常 想呢 想也无常 所以他就问你 有没有色受想行事的 无印是长 而不便 永远安住在那边的 有没有 如果你稍微一反省 一回观 就知道不可能 所以他的回答是 不也是尊 那么佛告 比丘 善载善载 比丘 色是无常 若善男子 知色是无常 以 注意听 知 就是已经了解了 好 我们所有的人 是色无常 这个知道了 知道是色无常 以后呢 这些变异 离遇 灭 即静 末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 无常是变异的 你要安住也住不得 你要知道他的本性 本质极灭 了解他一定会消失的 一定会坏的 最后一句很重要 从本以来 一切设无常 苦 变异法 什么叫从本以来 从过去 无时以来 本来就是这样子 这个无常法 是从过去 无时以来 可以讲 无时以来 从本以来 就是从无时以来 一切设本来就是无常 本来就是变异法 今天不是谁来 把他叫他无常 他才无常的 而是一切法 本来就这样子的 从无时以来 本来就这样子 好 这一点如果你确实 明白体证 知语 知语就是真的明白了 了解了 若设因缘生忧悲恼苦 断 只要知道 只要明白 对因缘所生起的 种种 武运所生起的 种种的忧悲苦恼 当下就执起 断 彼断以无所着 这一段 就是不执着了 就不会执着了 不着顾安稳乐住 安稳乐住 以名为涅槃 那么受想形式 一如是说 这个法药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很明白 一定要自医法医在什么地方 自医就是在我们的身心 法医就是以佛陀 开示的这些证见证法 这两个角度 一个是依据观察 我们自己的身心 有没有真跟佛陀 开示的无常 无我 开示相应 医法就是在医这个三法印 无常 无我 涅槃 这样知道意思吧 我们大臣来讲 就是空性 自周就是这个身心 法周就是法 佛陀开示的八正道 是不是 三法印 元旗法 这个都是 叫我们依据的是 法跟我们的自己身心 这样知道意思 这个五印 注意听哦 自周自医 法周法医 这两个重点 一定要永远记得 将来不管碰到什么外道 什么怪奇怪怪的法 你就不会随眼颠倒了 佛陀开示我们的 就是自周自医 法周法医 要记得啊 很多未来的真论都可以执习 这样知道意思吧 你该自己身心的体悟 你要不要医 你该佛陀开示的这个三法印证件 要不要医 就是这么简单 你开身心 你该生命所有的经验体验 你要医什么 我们最执着的不是告诉你吗 有色 有受想形式 因色 因受想形式 细着色 细则受想形式 是不是 观察它 才生起忧悲恼苦 这个不就是正确的因吗 还要观察哪里呢 因为你不解脱 不明白 一感受起来 又悲苦你起来 你还要相续不断 怎么样 真广 长大 我们是不是都落在这里 我今天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好吃 这个好吃就起什么 热瘦 是不是 就喜欢 贪欲就起来了 然后结果怎么样 每天再来一次 每天去买 是不是 那个就还会继续增广 两天三天没吃会起烦恼 同样的道理 一个顺境 顺境来 你起了贪欲 起了卵拙 你希望每天有这个因缘 如果不是顺境来 你就受不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注意 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习性一来 它会增广 长大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从本以来 一切涉无常 是变异法 你真的明白 知道了 当下这一无悲苦恼就断 有没有说 要几生几世才能断 注意听 这个都是很重要 直接的启示 我一直用心的体会 告诉大家 当下一定要受用 当下一定要体症 当下一定不受用 不体症 你将来永远一直相续 不可能解决的 这里的法周法医 是不是都在说这个 佛陀 佛陀到这里为止 所开示的法周法医 要永远记在心中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 因为后面你们会看到 不管设立佛 目前连走 佛陀说 不但他们走 我也会走 所以你们一定要法周法医 自周自医 有没有 在谈什么 因为连我都会走 佛陀是这样开示的 那走了你要医水 医的是那个法 知道意思吧 医的是你自己身心的体受 离开这个 你哪里能受恨解脱呢 能解决你内在的问题呢 现在不解决 等我死后再去拜访 一个善知识来指导我 你认为这样有没有道理 还有一个自周自医 在讲什么 色受想形式的自周 到另外一个世界 有没有色受想形式 这个自周的部分 有没有成立 这样注意听 包括 是空定 那是无色定 对不对 里面有没有色 那怎么医 怎么自周 这个是比喻 这样知道意思吧 自周一定要记得 自医是在讲我们的五印 所以叫众生的五印难得 注意听 不是在说身为人难得而已 是因为有这个五印的功能 这样知道意思吧 从五印的功能去发现它的真相 佛陀也是在这里发现的 知道法在讲什么 在生命中能够体会 能够超越的 就是因为从五印中 记得啊 我今天把自周自医的重点强化 为什么要强化 因为这个能解决后来很多的争论 这样注意听 我们在讲依法不依人 我们现在真的是依法不依人吗 法是什么法 依什么法 所以自周自医 就在讲这个依法不依人 重点在哪里 要记得 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在修行的外道不谈 就像我们内道好了 我们佛教界好 有很多争论知道吗 大家都在谈啊 依法不依人 依了意不了意 都会讲啊 真的你做到了吗 你有真的依法吗 你真的自周自医吗 不是哦 这一点就可以我们将来做我们责法的一个观念 这样知道意思吗 这里很重要的 我们正本清源 这根本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不需要跟人家争论 这样知道意思吗 争论毫无意义啊 我们知道 哦 我该依什么 我该安住在哪里 我该如何的 怎么样去超越自己跟精进 才能真正的解脱身世 就不会怎么样 随波逐流 人云亦云啊 请问 我现在问各位一个很主要的观念 如果 释迦牟尼佛 世尊 还有 菩萨 也许是八地的 也许是出地的 也许是还没有地前的菩萨 也许是祖师大德 也许是大法师 不同的角色 谈的问题 如果有争论的话 请问你们要依谁 依我师父对呢 还是依祖师对呢 还是依菩萨对呢 还是依佛陀对 依佛陀对 比较聚的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依人是要依什么 依人会出问题 后面有一经他会讲到 依人会出问题 依我师父 依出名的人 依哪一个大法师 这会出问题的 所以一定要什么 依法 是不是 自依法医 然后谁说的比较正确 当然是世尊 是标准的 因为法从佛出 知道意思吗 这几个重点大家把握 我们在折法 就有能力了 信心也会来 不会到底怎么办 我师父叫我这样 我师父叫我这样做 但是佛 我学的法不是 那到底要依谁 知道意思吗 过去大德讲的 过去祖师讲的 我说过去佛讲的 还是说释迦摩尼佛讲的 注意听 过去佛讲的 跟释迦摩尼佛讲的 要依谁 注意 我们能安住 能有根据 能有信心的 我们最要紧的 大家要记得 为什么我们上课前要合掌 三归一是归谁 本师 本师两个是要记得 根本的 我们的师父 这样知道意思吗 根本的 不要忘失了根本 然后跑到其他的地方去 注意听 人不能忘本 佛弟子更不能忘本 法咒法义 自咒自医 这个地方很重要 因为还没有 还有几经 还有两经 把它体会完 更能明白 这个的重要性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 我们休息一下